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老年人你说出现腰腿疼了 骨头疼痛了 或者关节痛了 都是很常见的 那么有这个疼痛以后 大家第一个想到先去骨科看病 那么实际上他这个 你要是给他做疼痛部位的 这个检查会发现 他跟一般的骨质疏松了 或者跟一般的骨质破坏 或者一般的这个 这个椎间盘突出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个骨髓流病人的 一个是骨痛的特别疼 疼的不是一般的疼 那么它不仅仅是 椎间盘的突出 它这个时候可能会造成 一个是全身严重的骨质疏松 它不是其中每一个 全身特别严重的骨质疏松 或者是在全身严重的 骨质疏松的基础上 那么你拍这个颅骨 它可能会穿造样骨质破坏 那么你在做这个椎体的时候 它可能这个椎体呢 它可能就是不仅仅是 压缩性骨质它也可能就是 有时候这一块椎体会少了一部分 就会溶解掉了 很多的椎体都出现问题 这个病人的疼痛不是一般能忍受的 有时候这个病人 我们刚开始病人来就诊的时候 就是通过治疗 在逐渐缓解过程中 甚至需要加一些马非缓湿片等等 来缓解这个疼痛 它比一般的这个病的疼痛要更严重的多 有时候这个再严重的时候 病人可能就是很容易骨折的 动不动碰一下就骨折 稍微用点力就骨折了 因为它是在全身严重骨质疏松的基础上引起的 所以病人会发生骨折 所以说和骨科的一些病呢 还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经常会遇到 就说这种溶骨性溶解性 骨头都溶解了这种骨质破坏 有时候和转移癌分不清 一个是和骨科的 比如说椎间盘了 然后这些分不清 再一个就是和这个转移癌分不清 但转移癌有时候 你会发现它是其他不畏的转移 我们是骨髓里边的这种 浆细胞增多不太一样 我们经常 因为我们全国各地的病人都会来我们一样 我们经常要回答yes or no 这个病人到底是转移癌还是骨髓流 那我们一查就能知道这个病人 如果不是骨髓流 我们要查它有没有骨髓外的 其他肿瘤的转移引起的 它也会造成严重的骨质破坏 比如说乳腺癌骨转移 前列腺癌骨转移 这都是很常见的 或者消化到肿瘤的骨转移 也会当然这就是肿瘤晚期的骨转移 它跟我们的病虽然累死 但是病因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说一说这是第一个 就是说这个病人呢 也可能就辗转反侧 他第一个没有走到我们 我们血液科会走到其他骨科去了 或者因为这个病人骨痛特别严重 他会走到疼痛科去了 那么可能做理疗啦 做治疗会耽误很长时间 这是第一个就是骨病 因为骨病会有误诊的 第二个特别容易误诊的就是肾病 那么这个病人往往表现一到两个加号的蛋白尿 或者说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尿毒症 那么出现蛋白尿以后 首先想到就说也可能是不是肾炎了 他去肾科看病 那么我们知道肾炎有时候也没有特效药来治疗 那么这个病人就觉得 这个肾炎没有特效药 有些就去吃中药去了 可能一吃就吃上几个月 有些病人甚至尿毒症了 尿毒症也没有好办法就透析了 一透析也透析了很长时间 所以说可能也耽误了 没有走到血液科来 甚至有时候在骨科或者在肾科就诊过程中 有时候大夫会推荐到血液科 病人才到血液科来 这是第二个荣油物诊的就是肾病 第三个荣油物诊就是反复的感染 那么这个病人反复感染以后 反复的肺炎 那么反复的咪尿系感染 那么他可能比如说肺炎 他去到呼吸科了或者感染科了 那么反复的咪尿系感染 他可能去腎了一口或者咪尿外科了 那么也是就是不断地抗炎了 什么一周一周好了 好了以后过一段时间又出现了 所以说反复的感染 也要看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那么对于我们骨髓溜来说 他反复感染背后的原因 就是他的抵抗力下降 他免疫功能下降 免疫缺陷了 是吧 所以说要查他背后的原因 所以说这是最常见的 引起误诊的三大原因 所以说这个病人 骨髓溜的误诊率占40%到60% 每一个病人都有个曲折的就诊里程 那么总结出来一句话 误诊的三大原因 就是骨髓溜股病 骨髓溜肾病反复的感染 这是最常见的物诊能源 物诊率高达百分之 最高可以达百分之60%左右 这个我在健康报上写文章也写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